昨天升起的光伏股 顺耳光能968升超过3% 福来特玻璃升超过4% 新特能源升7% 消息面有传说国家能源局 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的开发建设 其实上游光伏股比较强一点 究竟政策的发展对光伏股刺激作用有多大 这些股份还可否跟进呢 当然我想整个大方向 我觉得无论是光伏或是风电 即是所谓是新能源的版块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受惠到内地的政策 特别是炭冲和的方向 所以本身大体上的方向 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正面的 只不过过去叫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因为当时很多股值都去到太高 有个所谓 就是刚刚过去又有些杀股值的情况 做了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所以只要当股值调回一些比较合理的水平 而配合基本面来说 没有一个再转差 或者稍微有些利好的刺激之下 其实都已经有些资金愿意派进去 令到一个反弹的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都开始做这个动作 其实说实际上 全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一个建设 一来其实不是新的 其实是内地一直都在做的 只不过是想加快推进这件事 当然对于光伏股也是有利的 但如果实际选择 光伏股都有分上游、中游和下游 可能很简单做龟片那些 中游少少就比如玻璃为主的 可能下游就是发电那些 如果我自己选择 我会偏向是中下游的选择好一点 因为始终我想 除了推进这个 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之外 我想最主要看近期行业的变化 因为最大的方向就是 一来为什么选中游少少 或是中下游一点 因为始终会受到 就是上游的原材料成本下降的因素 因为过去几个月 反而另一个负面因素就是 上游的龟片价是升得很厉害的 因为当时的供应少得很厉害 但到了近几个星期 开始听到原来 其实升得很厉害的背后 是因为很多做龟片的公司 他们自己存起货 变相很多行业协会 已经开始叫这些企业 放回存货出来 如果未来的供应是更多的 自然上游原材料价格一定是下跌的 所以对中下游的企业来计 成本也会有一个优势 而以来我想光伏玻璃 特别是产品的价格 过去半年也有点想得很厉害 因为当时的产能就多得很厉害 很多人都因为看到有得做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渐渐都稍微将自己本身 可能发发玻璃的生产线 就转了去做光伏玻璃 令供应大增 我价格想得很厉害 但到了近几个月开始 这些行业也有些保护局 就是因为始终本身的需求是有的 而供应因为过去想得很厉害 很多已经淘汰了 所以未来的光伏玻璃价格 有机会是见底回升的 虽然以来观看 光伏玻璃价、产品价格上升 本身也对光伏玻璃股是有利的 而刚才提到上游的原权也有下降的时间 我觉得对它们的利用空间 可能是下半年的看法会比较理想 虽然要选择 我觉得就选中下游为主 譬如版面见到信业光能 或福来图玻璃 这些是光伏玻璃为主 我觉得看法上比起上游、龟票的 那些来得正面一点